有关的事件仅是个案 中国承诺调查美国驻察大使洛家辉坐车遭围攻事件 美国对此表示关切 正在美国访问的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 被授予国会金制奖章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中日领土争端升温之际 访问两国试图缓和地区紧张关系 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四 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VOA卫视 我是许波 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 我们有来自国会山上的报道 介绍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 获得美国国会金制奖章 另外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 试图调停不断升级的中日紧张关系 我们将在时事大家团节目中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由VOA卫视新闻主播李逸华 来介绍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 逸华 好的 谢谢许波 中国承诺调查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坐车遭群众围攻的事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澜说 华盛顿已经向北京提出关切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由中国异议艺术家艾薇伟发表的录像显示 星期二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前 大约50名示威者拿着旗子喊口号 在看到美国大使洛家辉的坐车时 一轰而上包围汽车 用矿泉水瓶和其他物品砸车窗玻璃 并试图拔掉车上的美国国旗 随后 数名警察赶上前去 将示威者隔离开 罗家辉的坐车才得以继续前进 罗家辉随后告诉记者 他并没有受伤 当时也没有感到危险 不过 他会见了中国外交部官员 要求中方尽一切可能保护美国使馆人员的安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红磊表示 这个案件是偶发个案 中方正在认真调查 将会依法处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兰表示 这些示威者看来与近期爆发 穆斯林国家的反美示威没有关系 大概是群众到日本使馆示威后 顺便到附近的美国使馆示威 努兰重申 美国在中日岛屿争议上不会选边站 但中日两国必须寻求 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VOA卫视报道 星期四 在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 访问中国三天行程的最后一天 他不寻常的获准参观了一个中国海军基地 帕内塔在青岛参观了中国北海舰队的一艘战舰 和一艘潜水艇 他是参观这些设施的第一位美国国防部长 一位美国国防高官说 帕内塔还会见了北海舰队司令田中 这位官员说 双方讨论了各自国家海军的重要性 以及美国邀请中国参加2014年 一场大型海军演习的事情 帕内塔这次敏感的中国海军基地之旅 大部分行程不让记者采访 记者们被送去参观当地一家酿酒厂 接下来带您来看中国的反日抗议示威 中日两国就争议岛屿问题的冲突引发中国各地反日抗议活动 日本汽车制造商也受到冲击 以下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在前几天的反日抗议活动中 一些日本汽车厂商在中国的稳点受到破坏 这些厂商在中国的运营星期四仍然暂停 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主席 同时也是丰田公司总裁的丰田张南说 中日两国在争议岛屿问题上的冲突 不论在海上还是陆地上都引起紧张情势升级 中国各地连续四天来爆发了反日抗议活动 两国的船只也在东中国海 一片无人居住的小岛附近互相对峙 这些岛屿中国称钓鱼岛 日本称尖阁列岛 中日两国的关系因此急剧下滑 在两天前 中国纪念918事变81周年之际更是降到谷底 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主席丰田张南 呼吁两国需要合作和平解决这一纷争 同时表示 他看到中国抗议者破坏日本厂牌汽车时感到心痛 在中国各地发生的抗议活动中 有的日本商店遭到破坏 一些日本货品和汽车被当街损毁 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有人发出抵制日货的呼声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 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 事态发展带来的影响不仅损害中日双边贸易关系 而且影响到世界经济复苏 在目前的情况下 大家都在集中精力设法摆脱经济危机 或者想办法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不要受到影响 或者设法让日本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 我认为冲突事件发生的时机很不好 以上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星期三 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 在国会山举行的仪式上 被授予国会经职奖章 他这次亲自领授了2008年 颁发给他的这一枚奖章 当时他正被缅甸军政府拘押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 美国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 以及美国国会领导人赞扬昂山素季 在被拘押多年的岁月中 表现出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表示 昂山素季在缅甸被拘押多年后 能够访问美国 实在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 也是缅甸进步的一个标志 一事之后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私下会见了昂山素季 对昂山素季多年来 在主导民主运动和争取人权的斗争中 所展现的勇气 决心 以及所做出的个人牺牲表示赞赔 好的 以上就是VOA卫视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许波 好的 谢谢一华 谢谢你为我们介绍这个时段的重点新闻 那么一华除了你刚才介绍的这个新闻之外呢 还有哪些消息想和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呢 好的 许波 民众所期待的苹果iPhone 5 预计马上在明天就是9月21号要上市了 不过在纽约 有民众早就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拿到新的iPhone 5 有人从上个星期就已经开始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苹果专卖店前排队 直到昨天为止呢 苹果店前面聚集了大概二三十个人 就是露宿街头排队等待 而排在第一个的就是从9月13号上个星期四就开始排队的民众 哇 真是不可思议啊 是的 听起来蛮疯狂的 这个露宿街头呢只是为第一天抢到苹果手机 没错 那么他们真是看起来真是个苹果迷 没有错 这些在店门前排队的民众呢 可以说是相当有秩序 而且互相帮忙互相体谅 有民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 如果有人短暂离开去厕所或去洗澡 彼此还会帮忙占位子 不会有人趁虚而入 而且他们在店门前排队呢 也能够使用苹果店里面提供的无线网路 俨然就形成一种就是纽约的都市露营的现象 根据苹果公司公布的资料 在开放网路预购的头24个小时 苹果的新的这个iPhone呢 订单就已经超过了200万只 星期五以上是 订单会以这个预购为优先 有很多民众可能都还要等到10月份 才能拿到新的iPhone 5 可以想见这个新的iPhone 5的这个热门程度 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 好的 谢谢亦华 谢谢给我们介绍这些情况 好的 也请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 留在电视机前 稍后呢 我们将会带你到国会山上 介绍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 获得美国国会金智奖章 我们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欢迎回到VOA卫视 缅甸著名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 星期三在国会接受国会金智奖章 有国会语言说 昂山素季获得了自由 我们要继续帮助世界其他地方 包括中国的政治 下面请看VOA卫视的报道 在象征美国民主自由的国会山圆顶大厅 昂山素季接受了美国最高平民奖项 国会金智奖章 昂山素季感谢美国多年来的帮助 他说他好像来到了老朋友中间 这一刻我已经等待了很多年 因为这些朋友的陪伴 这些年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美国政界人物包括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 克林顿国务卿和国会参众两院领袖 出席仪式 向昂山素季表达敬意 这一切太完美了 简直难以置信 克林顿国务卿的这番话 表达了很多人的感受 他说昂山素季不仅以民主领袖 而且是以缅甸议会成员的身份 来到美国国会 昂山素季曾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良心犯之一 他被缅甸军政府前后监禁15年 那么他的经历也激励着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 现在缅甸军政府开始逐步实施改革 昂山素季也最终重获自由 但是世界各地还有很多的良心犯 仍然被囚禁 仍然受惑害 民主党众议员麦格文说 昂山素季虽然重获自由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全世界其他的良心犯 昂山素季 美国国会成员 以及克林顿国务卿都会继续为他们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很早就参与推动缅甸民主 他还在昂山素季被囚禁期间探望过他 罗拉巴克议员说 希望有一天中国持不同政见者 也能和昂山素季一样取得胜利 那些支持独裁的中国领导人们应该认识到 这些被他们镇压的政治犯 可能会成为明天的领导人 来自纽约的昂奎缅 1988年曾参加缅甸学生运动被关押 后来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 他说他很高兴看到昂山素季获奖 看到缅甸民主进程的发展 对于缅甸现在的改革 他表示谨慎乐观 缅甸出现了很多变革 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改变宪法中有关军方固定席位的规定 否则昂山素季永远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 缅甸政府派代表 以及缅甸驻美国新大使 参加了给昂山素季的颁奖仪式 VOA卫视报道 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 星期三获得美国国会金制奖 那么国会金制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设立以来有数百人获奖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下面就请看VOA卫视的报道 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 是最新的国会金制奖 也就是美国最高文职奖章的得主 国会金制奖由国会颁发 目的是要表彰那些有杰出贡献的个人 这个人可以是美国公民 也可以是得到美国人敬佩的非公民 美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1776年获得国会金制奖以来 获奖的人士来自各个领域 包括几位美国总统 杜鲁门 里根 福特 以及一些著名的艺术家 运动员等等 非美国公民包括英国首相 丘吉尔 布莱尔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是2007年的国会金制奖获得者 每一面国会金制奖都需要通过法案来制作 一旦法案通过 国会将授权美国铸币局设计和制作奖章 不过这些奖章一度并不在美国制作 在18世纪的时候奖章要到巴黎制作 因为当时美国没有这种技术 技术高超的工匠才能制造出这种有艺术水平 为某个特定的人制作的奖章 每一个奖章都是独一无二的 它反映出某个人或者事件得奖的理由 国会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来颁发金制奖 而不是按照固定的时间表来颁发 VOA卫视报道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栏目 就在中日领土和领海争端不断升温之际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结束了访问日本之后 抵达中国 帕内塔这次北京之行显然有调停中日关系 缓和东亚区域紧张关系之一 但是北京如何应对 美中日三边关系如何演变 还是个未知数 今天我们就邀请时事评论人士何清莲 和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保深 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中日争端背景下的美中日三边关系 何清莲女士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的讨论 保深现在就在VOA卫视的演播室 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400120551参加讨论 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收看下面的一个短片 帕内塔此次访华的目的主要是消除中国对美国军力部署向亚太转移的顾虑 星期三他在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表达了这个信息 美中两国都是太平洋大国 我们有共同的关切 我们希望启动中方所阐述的新的关系模式 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新的两军关系来开始这个进程 我相信双方有能力共同改善彼此间的对话 沟通以及安全 帕内塔表示 美国向亚太地区增兵的战略并非是为了围堵中国 而是为了增强该地区的稳定 以便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持续繁荣 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 针对中国迅速发展的军力做出了说明 为了履行中国军队的深深使命 发展一定的武器装备 是国家安全的需要 发展的需要 马国的发展 非常重要的海域的发展 不构成对任何国家的第三方的威胁 不过美国官员说 增加军事透明度对于消除有关中国战略意图的疑虑至关重要 这种疑虑在中日两国有关东中国海岛屿归属的问题争议 日益激化的时候显得格外突出 帕内塔呼吁建立更为开放的美中两军关系 为了因应这个呼吁 中国邀请帕内塔参观了青岛的海军基地 这是中国首次邀请美国防长来这里参观 美国之音 VOA卫视报道 好的 那么刚才我们看的这个背景介绍的短片告诉我们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这一次访问中国 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服北京 我美国重返亚洲 不是为了遏制中国 但是好像中国似乎好像是并没有被说服 他们还有疑问 特别是这次帕内塔是在中日争端这个紧张关系 不断升温的这个时候来的 中国媒体呢都不太相信美国会充当一个公正的调停人 他们说美国有拉偏价的这个嫌疑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有这种看法 对 帕内塔的这次北京之行会消除中国的这种顾虑吗 宝珊请你来先谈谈 好的 刚刚你谈到这是帕内塔这次访问 中国是在中日领土争端不断升级的情况下 同时在我看来也是在中国和美国双方不信任的 这种气氛不断增加的这种大的背景下来访问中国的 首先中方对美国的不信任是什么 你美国重返亚洲 或者在我看来确切的说 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中国感到非常心存疑虑 那么美国方面对中国不断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比如讲建造航母增加军费 在这个一些对其他和其他国家就领土主权问题 争执不断增加的这种情况下来访问中国的 那么双方相互不信任 所以这次访问是一个很难进行的一次访问 而且我们知道帕内塔在访问中国之前 先访问了日本 而且美日双方还就在日本建造第二座 X波段的导弹防御设施来达成了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的相互不信任是自然存在的 好的 那么纽约的何清莲女士 您的看法 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美中关系 我的看法稍微有点不同 其实这一次中日关系 我觉得有中国国内的政治背景在 因为这个十八大前夕 这个军方势力 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影响力 这一次十八大总共有三百位军方代表 人数上只是比十七大增加了市民 在战比上的倒不是扩张了很多 但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就是红色家庭出身的监军多了很多 而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福温的地位的任期 中国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军方对外交事 对国内政治的发言越来越多 对这一点 胡锦涛比较警惕 但是看来它也没有别的办法 而且这一次十八大群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军方的身体 一个呢就是 国西兰与世界兰的背后有军方影子 好的 谢谢 谢谢何清莲女士 何清莲女士这个声音呢 好像有一点大音 它的背景噪音比较大 可能过一会儿也会好一些 好的 那么宝石你还有什么补充 对 刚才清莲谈的是非常对的 我是从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谈 清莲谈到了中国国内的背景 除了中国国内的背景以外 在美国也有它的国内的背景 我们知道 中国和美国现在都面临着 领导人换届的问题 这是套用一种中共的说法 确切地说 美国11月要举行总统大选 中国如果按照大家猜测的话 将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中共的十八大 那么双方在领导人即将更换的时候 在对各自的政策方面 在对国际事务的处理方面 都更加谨慎小心 而且更有可能趋于强势 因为这是为了保住自己领导人更换的需要 所以这一点也应该再考虑在内 看来两国在军事关系方面 都有各自的政治背景 那么现在有分析人士就认为 现在中日关系是国际舆论的焦点 那么有分析人士就这样看 说有了美国重返亚洲这个大背景 那么才有日本把钓鱼岛国有化的 这样一种勇气 那么另一方面 只有中日关系紧张 才有利于美国返回重返亚洲这个策略 所以人们观察到 有些观察人士就观察到 无论是中日纠纷也好 还是中国同东南亚国家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纠纷也好 好像在背后都有美国人的影子 那么我们的嘉宾 您如何看待美国重返亚洲的真正意图呢 老师 我完全不能苟同这种说法 因为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的用意是什么 确切地说 美国是重返亚太地区 或者说 更直接地说 美国重返太平洋地区 而且它是把战略的重点转移到那里 说重返也不太确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你看一看过去十年里 美国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进行了两场战争 这是为了出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需要 从地理范畴来讲 阿富汗和伊拉克也属于亚洲的范畴 那么美国现在它想要做的 就是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 东亚 南亚 东南亚 或者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 奥巴马总统曾经谈到 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 作为首任 美国的首任太平洋的总统 他应该重新确立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咱们去解读这个问题 就是说 美国在过去十年里边 把自己的很大的注意力 集中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方面 对于亚洲的和平 稳定 民主 注意不太够 亚洲的范围很广 确切来说 包括北韩的问题 包括东南亚的问题 包括怎么样和中国进行接触 中美两国确定在太平洋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 或者是合作的关系 这都属于重返亚太地区的战略的一个范畴 那么在中国呢 有很多人就是解读美国 现在好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腾下手来 可以重新来围堵中国 不能这么 在我看来 不能这么狭义的来解读这个问题 好的 看来宝森呢 不太赞同这种看法 就是说呢 美国势力重返亚太呢 是为了遏制中国 那么 纽约的何清莲女士 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 中日关系呢 我觉得到了十八大开过了以后 会涨时的访和一段 因为这个岛屿呢 这一次的争端 我觉得呢 是罪用之意不在酒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这一次 中日游行的三天 两种政治势力在暗斗 那么十五号和十六号 那种暴力砸车 据在场的一些网友记录 很明显地看出来那些人 法师是一样 穿的服装也一样 行动能力特强 而且避开镜头 不怕警察 所以呢 大家分析 这是军警 到底是特警 还是军方派来的人 就不知道 还有一些地方呢 没有这样的人 那么就是警察出动 比如西安的某个派处署署长 还有河北 参州 石家庄 都是公安局副局长 带头喊口号 交警队长 组织 抠抠群的人 参加游行 那么到了这个 九一八的时候 情况就不同了 那一天呢 是警察全部上阵 但是是自制暴力事件 让我们根据国内的政治 可以设想 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的呢 是现在在位的福温 这一支势力 那么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黑社会有一些规矩 有一些老大为了凸显自己的地位 可能就指使手下的人呢 去跟人家打架 握斗 然后他出来调警 一下就提高了他的位置 我觉得在中国军方目前 就采取这种状况 好的 那么何女士刚才呢 介绍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在中日反日抗议活动当中 比较复杂的这个背景 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钓鱼岛 中日的这个争端这个问题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呢 发布评论员文章 说这个钓鱼岛 事态激化到今天这个地步 直接原因呢 是日本的短视 但是呢 长期原因 美国有责任 所以我们又回到 这个美中日三方的这个关系 文章指出呢 历史上 美国就对钓鱼岛呢 对日本私私相受 就是私自把这个钓鱼岛 还给日本 没有征得中国和台湾的同意 那么现在呢 当前美国一些高官呢 又高调表示 美日安保条约 适用于钓鱼岛 所以呢 中国人认为 中国人认为呢 就是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不会持公正的态度 那么我们两位嘉宾 如何看待历史上的 这个美国把钓鱼岛 还给日本的问题 如何看待现在的 美日安保条约 保持你先来 在我看来说 这个钓鱼岛争端 是由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 引起的 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 一种说法 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 重新建立在亚洲 太平洋地区的 领导地位的 这么一种需要的话 那么他最不希望的 就是他的盟国 日本 还有韩国 和类似中国这样的 正在崛起的 超级大国之间 发生冲突 发生冲突 因为这样会把美国 整个对待 亚洲的战略 彻底打乱 因为美国在 亚洲最大的担心 确切得可以说 确实是北韩 那么如果考虑到 这种情况 那么美国在 日本建立 第二个导弹 这个基地 防导弹的基地 帕内塔也说得 非常清楚 美国的高层官员 也说得非常清楚 这是针对北韩的 不是针对中国的 当然从中国 这个角度来讲 很难不去想 这是针对中国的 所以这就是 处于双方 这个信任不够 那帕内塔 他在这个北京 也强调 美国的重返 亚太地区的战略 是为了和中国接触 并扩大中国 在滩平洋地区的作用 所以这双方的 如果不能根本上 解决相互的疑虑的话 那么很难就 目前的亚太的地区 的局势达成共识 好的 那么清莲女士 您如何看待 钓鱼岛争端问题上的 历史因素和现实问题呢 我这一线来查了很多资料 最后呢得出一个结论 在1971年之前 没有钓鱼岛 属于呢 那个美国安保条约签订的时候 其实呢 美国根本就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问题 在1895年到这个1945年 这一段时间内呢 钓鱼岛一直归这个 日本的事实上占有 而日本事实上占有呢 是在这个切马关条约之前 在20年有一个日本人 发现了这个岛 然后在1894年呢 就有一个叫做家货家族的吧 他们就在上面呢 开发 然后就是鱼杆 打鱼 还做了一些别的事情 那么就是开罗宣言呢 是要把这个台湾归还给中国 但是呢 支写了台湾附属的澎湖列岛 再发了一个金鹿纬度 然后呢 那之类的岛 就全部作为附属岛屿 问题就是 钓鱼岛不在那个金鹿纬度之类 所以呢 台湾也一直没有认为 一直在六四年代以前 也没有认为这里是属于台湾的 问题发生在哪里呢 就是1971年以后 交番冲绳岛的时候 美国把这个钓鱼岛交番了 那么1972年就是中美建交 中美建交以后呢 老蒋呢 心里很气愤 认为自己呢 被这个美国剖析了 然后钓鱼岛问题就出来了 保雕运动最开始是台湾兴起的 以后就成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还能讲一下的话 大概是这么样一回事 好的 就是在这个战后 何清莲女士一会儿呢 我们来继续详谈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呢 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等会在线上 我们来先接听他们的电话 您正在收看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是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中国 以及美中日三边关系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 是时事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 和美国之音的记者宝申 如果您希望参加现场讨论的话 就请拨打400 120 0551 好的 现在呢我们来接一下 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首先呢是福建的庄先生 庄先生你好 美国应该给中共说 中共不要仗着人多示众来挑衅 我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 但是也要感谢日本的 在长期以来对钓鱼岛的保护 你看只有日本的保护 钓鱼岛你看天更难 水更 天更难水更相知 还有钓鱼岛的一夜资源 才有那么多丰富 我也是听了中央台的报道 说一夜 那个一 一夜产业比较丰富 好的 庄先生 谢谢 谢谢您的评论 下一位 河北的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我反对那个核青年龄女士说的 他说的是荒谬 第二段是中国自古的民主 那没有第二段是美国承凡亚洲 没有第二段 还有别的岛别岛 这完全是美国的造成的 美国现在不是世界的核四老师 到处挑选 在东东 是世界的麻烦制造者 好的 谢谢河北的吴先生 下一位是广东的杨先生 杨先生你好 你好 请抓紧时间 听到吗 抓紧时间 我说你以前讨论伊拉克 伊拉克撤兵的时候 我曾经提示美国 从伊拉克撤兵 从欧富汗撤军 都是撤出兵力来 建议南海和中国对抗 你还说了 说观众力 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那么结果事情 美国是不是停止兵来 对付来中国呢 第二个问题是 美中关系应该是母组关系 所以是母组关系 所以这个 这个 同租工具嘛 这是美国的东西吧 好的 谢谢您 广东的杨先生 刚才我们接了三位听众观众朋友们 打来电话 您 刚才何清莱女士呢 已经从这个历史的角度 她看来 她做了非常深入和详细的研究 讨论了钓鱼岛 日本所说的 尖阁猪岛或尖阁猎岛的 这个主权所属的问题 我没有做过这么深入的研究 我只想说一下 那么美国对待钓鱼岛 也就是美国所说的 尖阁猪岛 美国国务院发言 他这么称 日本当然也是这么说 美国的看法 美国明确地表示 而且多次表示 在这个问题上 不采取理想 美国不站边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示美国不希望 中日因为这个 这些个小的 无人居住的岛屿的 所属问题 而宾容相见 这对于美国 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 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那么至于 美日安保条约 刚才何晴莲女性谈到了 这是在1971年 美国把钓鱼岛 交换给日本 行政管理权 交换给日本之前 就已经存在的 如果那么 中国就是说 你美国一方面 就表示钓鱼岛问题 适用于 美日安保条约 那么另一方面 又说你不站边 所以你这是两面派 根本就是非常虚伪的 就表示你还是想要介入 这问题怎么看待 首先美国不希望 中日双方因为钓鱼岛 而打起来 万一打起来以后怎么办 确实它有 美日安保条约 在那里存在 这是一个美国的法律 对吧 如果按照法律来讲 美国必须履行 它的法律的承诺 当然这是后话 最重要的是 我想美国会尽一切的努力 制止双方 因为钓鱼岛的问题 兵容相见 而希望像美国 所提倡的那样 通过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这些岛屿的 主权归属问题 这就是帕内塔说的 对 一旦发生战争 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也不符合日本的利益 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这是他的原谅 好的 纽约的何清莲女士 您的看法 我觉得解决这个争端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双方打口水战 也没意义 兵容先进也没意义 还是提交国际法庭裁决 双方都拿出 自己认为 自己有钓鱼岛 主权的法律文件 那么如果拿这个 法律文件去裁决的话 双方都要拿出这么几种文件 第一就是曾经宣示过 这个钓鱼岛的主权的文件 第二个就是事实占有 那么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 可能不太有利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现在提交的 最有利的一个文件 是说158几年了 中国一个叫做陈坎的人 写了一本死琉球路 其中记载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经过钓鱼岛 但是问题是 经过钓鱼岛 就算是有发现权 问题是你发现了 并没有去占有 你也没有宣示这个主权是你的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那么日本呢 确实呢有一系列文件 所以在这方面呢 中国为什么没有提交 这个国际法庭裁决 可能也就是我刚才讲的 开罗宣言 还有以后呢 发生的这一系列东西 那么国际法庭就要问 1945年以后 到1971年 这26年之间 为什么你根本就没有提出 这个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 还有在这个1971年之后 很长时间内呢 也没有提出 而是按照这个邓小平说的 格子争议 共同开发 这种很含糊的说法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钓鱼岛问题呢 中方呢其实也研究过 中国的领土 跟中边国家发生纠纷的也不止日本 越南就占了中国25个岛 那么俄罗斯占的更多 印度呢迈克尔瓦红线以南 本来是中国的领土 现在也全归印度战区了 为什么跟这些国家都没有发生冲突 独独跟日本这个无人居住的小岛 这些年闹成的方 大家应该想想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那些邵建文的话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要考虑 就是他说中国需要一场战争 需要一场战争的理由呢 当然有很多 就是凝聚人心 让这个军队有战斗经验 最重要的要挑选薄弱口 薄弱缓解呢 那么当然就是日本是最好的 因为跟中国呢有这个历史争端 很容易挑起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这些呢 因为今天没有时间 我就讲到这里 大家仔细去看一下 谢谢何女士 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 保时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一旦中日双方兵戎相见 简单回答 美国会卷入吗 会介入吗 我想美国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无法想象中日之间 一场规模 限制在一定规模之内的冲突 或者说一场大规模的冲突 所造成的这种破坏 会有多大 美国会竭尽全力 不让这种情况 防止这种战斗 好的 今天时事大家谈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也感谢何清莲女士和宝申 参加我们的节目 在明天焦点对话栏目中呢 我们要讨论中国政府 为什么在反日抗议活动中左右为难 欢迎您利用我们的电子信箱 VOA新闻atgmail.com 事先提出您的问题和看法 我们将在节目中 请来宾进行点评和回应 也请您不要离开 继续收看 稍后的VOA卫视 欢迎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观看VOA卫视的现场直播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 在这里您也可以观看 VOA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 方法是进入VOA卫视 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电邮性相识 chinese.voanews.com 后任香港特首 还有他自己国内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参加 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 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 发到VOA新闻atgmail.com VOA卫视全新推出 敬请关注 您现在收看的是 9月30号星期四的VOA卫视 接下来的新潮USA单元 要为您介绍美国社会生活 各方面的新潮流和新趋势 中国的吸烟人口 是全世界最多的 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也是公认的 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负责人 一直在努力减少成年人吸烟 但是过去十年里所做的研究 结果显示 美国初中和高中的学生 比其他群体的青少年吸烟的可能性更大 而且那些人员特别好的学生 吸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因此专家们建议 要减少学生吸烟 应该帮助他们 用其他方法找到朋友 好 下面就请看美国之音 记者伊丽莎白里 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来自西班牙的多纳索 和罗德里格兹从高中就开始吸烟了 据他们说 两个人在高中的朋友都很多 我们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开始吸烟的 开派对的时候 抽烟挺酷的 就跟朋友们一起抽上了 朋友多的学生 一般比孤独的学生 吸烟的可能性要大 开始吸烟的时间也要早 弗兰特是南加州大学 预防疾病领域的教授 要知道朋友多是有代价的 这个代价就是得维持这些朋友 吸烟是保持朋友圈的一个手段 在过去十年的四项研究中 弗兰特发现高一高二 开始吸烟的学生 很容易和其他吸烟的孩子 交上朋友 在我看来 调查结果不仅局限于 民族文化等统计学上的特定群体 而是普遍试用 可麦兹女士所在的校区在洛杉矶 调查结果让她感到吃惊 她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展示吸烟的 倒也不是已经有很多朋友的学生了 而是要扩大朋友圈子的那些学生 抽烟是为了展示自己人缘好 为了帮助学生们做出健康的选择 一些高中生 主动提出要指导年龄小的同学 让小学生参加一些课程 学会怎样成为大家的楷模 今年16岁的史密斯说 她当小学五六年级学生的辅导员 帮他们改变对吸烟的看法 他们知道抽烟不好 但还是认为抽烟很酷 因为抽烟可以扩大朋友圈 14岁的李沃斯说 像他这样的辅导员劝孩子们不抽烟 比成年人劝更有效 因为我跟他们年龄相仿 所以他们更愿意听我的话 专家们建议要减少中学生吸烟 应该帮助他们用其他方法 在学校找到朋友改善处境 由于目前经济不景气 美国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找工作很难 这跟中国的情况差不多 但是加利福尼亚海洋学院的学生 找工作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因为这个学校的学生 都可以参加为期两个月的 游船求职训练 好 现在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 伊丽莎白礼带我们去参观一下 在金雄号游船的机舱里 温度很高 噪音也很大 就是在这儿 突多冉在做他最喜欢做的事 从小我就喜欢修理东西 突多冉是加州海洋学院 专修机械工程的学生 虽然校园就在旧金山郊外 但是大多数学生都要到这艘船上来 接受实际操作训练 在两个月的旅程中 288名学生航行一万五千多公里 到美国南边的巴拿马运河 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 从我们这儿毕业以后 你保证能找到工作 杰克逊是突多冉的老师 我们这儿大多数学生在毕业前 都能得到一两份工作聘书 而且年薪一般都在 六万到十二万美元之间 我们的学生知识范围非常广 去哪儿都没问题 杰克逊说除了能够在船上做职业训练 学机械工程的学生 还往往能在发电厂和卫星公司受训 除了掌握船上的发动机 主修海洋运输的学生还要学习全部船物 史密斯老师说 主修海洋运输的学生毕业后 每个人都会得到好几份聘书 现在经济不景气 雇人的地方没有从前多了 但是情况在好转 依我看 我们的学生要想在行业内找到工作 现在就能办到 虽然加州海洋学院毕业生 找到工作的比例高达94% 但是学校只有大约900名学生 主修海洋运输的杜切说 原因是学校生活的纪律性很强 在这上学不像在一般的学校 这是一所准军事学院 学生要穿制服 有队列训练 有着张标准 还有严格的考勤制度 要一丝不苟地念书 这儿的学生说 学生不光是在船上实习期间 责任重大 而且功课也很繁忙 在船上做事 性质有点像外科医生和飞机驾驶员 70%的时候做得对那还不行 必须100%准确无误才行 我们不允许出任何差错 年轻人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不过对杜切来说 海上生涯也自有回报 我最喜欢的就是 每天早上醒来 周围海浪翻滚 一望无际令我心旷神异 除了享受海警 学员们在船上受训 还能得到报酬 这也许就是学员们 接受这些严峻挑战的原因吧 谈到艺术家 多数人会想到画家或者摄影师 但是马蒂朗另辟蹊径 别出心裁 他用炼锯做木雕 也成了远近文明的大师 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 在马里兰州博览会上看到 这位成就斐然的艺术家 展示他的作品 马蒂朗大显身手 他以神速的雕刻技法 只用45分钟就能雕成一头毛头鹰 我热爱炼锯雕刻 这是迷人的艺术 他在看到巨雕 就会发出会议的微笑 马蒂的雕刻家生涯 是以炼锯壳冰雕开始的 之后他兼做根雕 现在他成立了一个 叫炼锯大师的小组 组织木雕展和比赛 帝母和妻子克里斯 对炼技艺术很着迷 把一块木头变成艺术品 真是妙不可言 眼睁睁地看一块木头 变成艺术品 我才相信炼锯能梦比生花 对马蒂来说 这是他的第二本能 他用不同尺寸的锯片 它们就像不同尺寸的画笔 我先用大锯剧出粗线条 再用小锯子勾画细节 他也用气焊和色斑 来加强雕刻的清晰度 这多少有点危险 炼锯是最危险的工具之一 炼锯公司的人说 锯雕是用锯子 所做的事情里最危险的 马蒂说他 从绘画 摄影和野生动物身上 获得灵感 他喜欢雕刻木头的挑战 在这只猫头鹰的原木里 有些小疙瘩和小裂缝 我把它们都用上了 变得越发可爱 老鹰 猫头鹰和熊 是最受欢迎的 我喜欢雕刻动态地 展示情节的作品 这条龙有六米长 盘在树根上 这条龙是一个收养了 两个中国女孩的家庭定做的 在龙的底部 刻了一个双喜的象征 要买马蒂的根雕 得先在名单上登记慢慢等 根雕的价格在 三千到六千美元之间 根雕对人的吸引力很强 因为树根深深扎在土里 根雕不只是艺术品 还能给人带来其他感受 马蒂能以炼剧艺术家为生 感到很幸运 在马里兰州博览会上 他的雕刻艺术品收入 将捐给一所大学做奖学金 好 下面是解密时刻栏目 从1915年到1972年 中华民国已故总统蒋介石 每天都写日记 写了57年 可以说他的一生 都与中国的战争 政治和国家联系在一起 美国之音为此 采访了斯坦福大学 胡福研究所的研究员 郭戴军女士 918事变之后 尽管日本占领了 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蒋介石并没有对日宣战 反而提出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 很多人认为 蒋介石的这个政策 在日本入侵时 继续围剿红军 致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 导致了东北的沦陷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蒋介石日记 也许可以解开 攘外必先安内之谜 他不但没有立刻抗日 他反而提出来一个叫做 攘外必先安内 那么这个日记呢 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答案 那么为什么他在 918事变之后 他并没有立刻的来抗日呢 那么他有他的考量 因为中国的军队装备 跟日本简直是天壤之别 所以日本只要封锁 长江沿海一带 三日就完蛋了 所以他说不可贸然而战 所以他有很多 这个日记他考虑了很多 他自己认为呢 就是要争取时间抗日 要争取时间备战 那么争取时间备战 这个时候 慢慢到了3233年的时候 他跟德国的军事顾问 还有跟蒋白礼先生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怎么样做 所以慢慢的这个眉目 就比较清楚了 怎么做呢 就是要持久战 要做持久战 那么争取时间来备战 有一天就是德一纪 想到了一个干什么呢 这个要以剿匪为掩护 建立西南根据地 然后另外一天他就解 借剿供以收复西南 就是他故意的 把这个红军啊 留下那么一小股 然后呢 把他们往西南改 所以你可以看到红军的 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 他是从江西往西南走 然后踩到延安的 那么中央军就在后面追 因此才能够进入四川 所以这是他的一计 所以他在 他有一天比较完整以后 他就写 他说若违对窝迹 如果我们今天对日本怎么办 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 1936年12月12日 东北军的张学良 和西北军的杨虎城 在西安发动兵舰 扣押了到西安 督察剿供行动的蒋介石 要求他停止搅供 移至对外 蒋介石与共产党携手抗日 国共第二次合作行程 西安事变使张学良 成了共产党眼中的英雄 而对于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来说 张学良是有功还是有过呢 他为什么那么样的失望跟愤怒 对张学良那么样的不能原谅 是因为他已经打算 这个一切都布局好了 迁都什么什么都弄好之后 那么陈臣和魏力皇的军队 已经在百灵庙准备 就要一举就把红军歼灭了 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 就差那么两个礼拜 发生了西安事变 所以他写 汉清就是张学良 误我大事意 汉清坏我一盘好情 如果是到后来到1949年以后 蒋介石会不会认为这汉清这坏的大事是国家大事 是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最后是改变历史的大事 但至少当时汉清就是张学良 起码就是这件事把这个蒋介石最后剿共灭共的这个企图给打掉 第一个剿共灭共的企图打掉 第二个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 他本来希望有60个诗 那么事实上没有 最后这个马上就仓促应战了 就大家就联合起来就要打仗了 所以37年就宣战了 那这个整个的这个训练都还没有完备 所以很多的遗憾了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和日本曾经尝试过举行和平谈判 中国内部也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 甚至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依附于日本的政权 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到底有没有与日本和汪精卫政府 暗通款取 蒋介石日记为我们揭开谜底 解密对日和谈的来龙去脉 这个时候他比任何人解离 因为他日记写 他说我就是倭寇 我所要我者 不仅是我之经济 这个我之交通实业 而是要我民族之命脉 然后他又写 他说委屈不能求全 委屈不能求全 那么所以这里很好玩 因为孔祥熙跟蒋介石是联金 那么孔祥熙是主张和谈 他就他火了 他说还有人再来谈劝我和谈 以汉奸论罪杀无赦 所以他很火了 与其屈服而亡 不如战败而亡 反正要亡 我为什么不战败而亡 为什么要屈服而亡 常言道 是非屈指自有公论 希望今天讲述的蒋介石日记 为您判断和评价 中国的那段历史 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最后呢 又到了学英语的时间 主持人Mike和杨林 教你如何说第一道美语 看起来有个人 有个人有个人的 明天的蜜 我恨明天的蜜 为什么要上班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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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的 weekend 很棒 你们准备听到我的旅行吗 好 这应该比较好 因为我需要什么 去我 我看你发生是迷路了吧 我看你发生是迷路了吧 我失败了吗 却就是传说中的购物女王啦 I know the layout of every mall,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Why does that not surprise me? Anyways, so I drove around for about an hour And then I decided to go with the flow And guess where I ended up at? The flea market! Oh my gosh, you got all these? Oh yeah, I got this frog blanket for like $5 And I got this picture frame for like $2 And I got this Tweety Bird for like $0.50 Wow Can you believe these deals? I almost forgot, I got you a present A present for me? What is it?What is it? It's a mirror, try it out, see? You even have something right there in your teeth What?What? Nana?Nana is a nana?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Oh, but I made you laugh I decided to take a retour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You've got it? Like you've got the back of my hand Can we slow down a little bit more? I know the layout of every mall,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Go with the flow Oh, it looks like someone has a case of Monday Blue So it was a good on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 欢迎您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VOA新闻atgmail.com 节目最后带您去伦敦动物园 去看看那里的大象画画的精彩画面 我是许波 祝您晚安 再会